看到佛三十二相的那个心都不是真心 而是原成乃是有的忘心 还是忘心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 所以看到如来三十二相 佛都告诉我们 你见到的这个相还是假相 所以求法者当找真心 不可以用忘心 这个是真正习父道的人 一定要找到真心 真心就是放下如如不动那一颗心 如是乃至分别多无 非色非空 乃至就是操略相畏处等诸臣 这就是前面的 众命一切见闻皆知 内守悠闲 尤为法尘分别隐士 这句话统归 一句话就说 就算你六根不去攀岩外境 你内心里面 留下的那些影像 动念 就是法尘分别隐士 意识形态 观念 就算你言而非色生 不必不要去攀岩外境 留下来的那些影像 还自己在执着重点 重复 能言 能说 还是不断 烦恼 还是不能停止 这是外道或者二圣境界 此言 甚至于你即使 都离其色 相畏处 或者是压付一切 见闻皆知 而令一切能分别之性 都没有了 而达到一种相当 寂静的境界 这个境界 好像非色 非空 既非同 色界的四传定 又非同 无色界的四空定 因为这个境界 虽然很微妙 但很暧昧不定 而且只是定中 独特的分别影视 所以参存知识 到此境界 很难不被他所悟 认为自己已到了 灭色 或者是灭受想等圣境了 乃至以为 自己已达到涅槃 或者是开悟 或者入法界 以万物明和 或者是作脱身心 等等误认 不遗而阻 因而反乘摩世 如本经五十一摩章中 所详述的 所以记得 再大的境界 都不能执着 你只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再高深的定 再高深的修行 都不能动一个念头 说我很有修行 你这样修就对 我所住就对 据舍礼等命为明帝 据舍礼 亦为牛色 外道六十之一 明帝 就是明出主地 大致的论言 外道通立 能观八万节 八万节外 闽南不知 因为八万节以外 他们就看不清楚了 而只见一片闽南 明着暗色 模糊也 所以称这一片 闽然为明处 而说这就是天地 出造之时 这有点类似老子的混沌 儒家义经 也有类似混沌初开的说法 而称之为无极 必言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余 积舍礼外道 亦将此混沌的名帝 称为是天造 帝舍之初 就是明出之主地 主要之礼 或者主要之法 这明出 朦朦朦朦朦的主地 其实是他自己能力不够 看不清楚 实相并非如此 他们又称之为四性 而说 世间一切众生 从开天辟地以来 就具有此性 所以是明蒙之性 便是世间之性 所以称为四性 故称为四性 有更重要的是 他们说 这明出之主地 就是四性 就是生出一切众生的本源 一切众生 皆从此明地生 这个很像 儒家的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余 两余生万物 两余 就是阴阳 各有所还 还就是去 就是灭 去就是对来讲的 是诸臣若灭 灭是对生讲的 世心一皆各灭去 世心各皆灭去 如果是本性 就没有灭了 它一直存在 一观 佛告阿难 若你已能分别 我说法因 因身之心 为如之真心者 则此心 自应离 其所分别的因身 而仍自有能分别之体性 真心 离成有之体性 这譬如有 旅客六十星 技术旅庭 原尘与心分别 暂直变弃 就是沉灭 似异灭 终不常住 是非恒常 因为它是生灭 而掌庭人 就是常住真心 都无所弃 就是真心是不灭 不动 不失的 如是方德名为庭主 此时的情况 一如是 若分别法因 则名为阿 若分别法因 则为真如心 则因无所去 常住不灭 因何它却离因身 即无能分别之自性 诗里 则启为是原生成 而有分别之心 为难 就是连能分别我 如来的三十二项 龙茂之心 也是印象而有 只要印象而有的 生命意识心 执着心 就是妄想 并非常住 若比心 理之所分别的 色相 并无能分别之自体性 就是做不了主 意思就是 被牵着鼻子走了 情绪做不了主 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执着无法停止 就是意识心 分别无法停止 就是意识心 情绪无法控制 就是意识心 若是之理乃 自可应用于修行人 当他们习禅时 即使因理一切 色相未处等六禅 而另一切 分别之性好像都无 而达到一种 相当激进的境界 这个境界 既非如色界之四禅定 又非如无色界之四空定 而基设理等 外道六师 与此境迷媚 以为真的是世间 明出之真谛 那就是从这个开始 更说比明地 为人生万法之音 然而此境界 实在是弱 离诸法臣之远 即无能分别之体性 就是离诚无自体性 故非一切 众生之声音 如此看来 这如原成分别之诸世心 之性 陈落灭的时候 一皆各有所华灭 这意思是 一世心是借重相 所产生的 借重相所产生的 喜怒哀乐 喜的相 怀疑那个假相 这个喜 无自性 怒 这个相 因为这个相 而怒 这个怒 怀疑这个假相 那个怒 也空无自性 喜怒哀乐 其实都空无自性 修习佛道的 内心充满着法的喜悦 这个喜就是从内心 就像涌前这样涌出来 你就找对了 承诺灭时 一皆各有所还灭 如此的话 银河说他 为常主不动之主 这一段就是 一世心是扣 一世心是来如来 掌心做扣的 千万不能一直 使之不放 再讲贴切一点的 生灭执着的 一世心 是来如来掌心做扣的 如来掌心是主人 是没有执着的 生灭意识的分别心 是来如来掌心做扣的 他不是主人 不要搞错了 所以大地要用平 修习佛道要用平等心 修习佛道要用不颠倒 不起颠倒剑 那么了解说 什么是来如来掌心做扣的 记得 扣 生命无常 停不住的 所以你要修行 要去发现那个主人 就不受任何的影响 不受任何的影响 全论 阿难由于颜佛身而有分别之心 是为善位的第六同时意识 也就是六四的出向 而外道既非空非四的分别心 则是定位的 第六意识心 就是定中 独头意识 独头就是不假结外境 单独而起的意识心 完全在定 可是那个 定中独头意识 外道的定中独头意识 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鱼也被冷冻 鱼也被冷冻 这个解冻以后 这只鱼还是活的 意识心暂时被冷冻 就是定中独 类似定中独头意识 外道已经很不简单了 在一放 它又活跃起来 此则为第六四的细相 此二种六四心 虽有出息之别 然皆同属于原心 原心最重要就是能原心 如果加一个难 那更清楚了 能原之心 就是能所不断 那有能原之心 就有所原之境 就是能所不断 能所不断 就是烦恼不断 烦恼不断 就是生死不了 皆是生死之根本 否在此 特地引外道的细心 以对显 就是衬托出 阿难的处分别之原心 意思就是 连外道 那样维系习子的心 都还不是真心本性 都还是第六原力之心 只你刚才说你所悟的 怎么可能是本原心地呢 好 我们呢 十点三分 留一点体力 明天再讲 我们讲到了四百一十四页 明天从四百一十四页 开始讲 好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林吾朗寺 消灾在座 诸位法师 诸位护法 七十大德 回向 本讲堂 消灾点灯 以及亡灵排位 八度者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建文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 菩萨为伴侣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呢 还继续上课 下课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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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页 经文 阿难言 若我心性各有所还 则如来说妙明原心 云和无还 为彻哀民为我宣说 佛告阿难 且如见我见经明远 此见虽非妙经明心 如第二月 非是夜莹 挪鹰地关 挪鹰地关